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人这一生会与很多人有交集 有的人会陪伴我们走过很长一段路 而有的人只有短暂的停留 然后一辈子再也不见 童话绘本阿里中写道 人这一生会遇到8263563人 会打招呼的一生 是39778人 会和3619人熟悉 会和275人亲近 但最终都会失散在人海 人与人之间相处 因为不同的立场 不同的价值观 而产生了不同的感觉 有的人与你的灵魂产生共鸣 那一刻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有的人与你三观不合 无论说什么都像是鸡同鸭讲 无论产生冲突与矛盾 欣赏你的人总能给你带来温暖与鼓励 而瞧不起你的人总是会给你带来打击与痛苦 其实人生路上我们谁也无法做到 与每一个相遇的人成为朋友 遇到瞧不起你的人 其实可以趁早做断舍离 趁早远离 一个人是否瞧得起你是可以看出来的 因为瞧不起你的人 他的言行举止中一定会流露出几种暗示 一瞧不起你的人说话带着不屑 一个人是否瞧得起你 从他说话就能看出来 当一个人从内心深处瞧不起你时 他与你说话时总是带着不屑 言语里带着刺 宰相流罗锅中的和珅 是皇上跟前的红人 就算刘庸才学过人 有真本事 但是和珅瞧不起他 总是喜欢嘲笑他 和珅故意在刘庸上马的时候 撤走马灯 让他难堪 就是想让所有人都嘲笑他 才觉得痛快 在朝堂之上 更是窜躲皇帝 让他用自己的相貌做文章 想让他出更多的丑 当一个人瞧不起他人 才会处处为难 与他相处时 没有任何真心实意 说话也总是带着讽刺 与对他的否定 让他不舒服 不管对方是不是在其他地方 有过人之处 总是抓着他的缺点不放 百般嘲笑他 瞧不起你的人 与你说话时 话里话外 都带着对你的鄙夷和嘲笑 喜欢说些否定你的话 经常践踏你的尊严 丝毫不顾及你的感受 瞧不起你的人 习惯揪着别人的缺点不放 打击他 并且以此寻乐 把自己的快乐 建立在他的痛苦之上 二 瞧不起你的人 总是否定你 如果一个人瞧不起你 那么他并不会 把你放在心上 你做什么都是错的 不管怎么努力 他都不会满意 瞧不起你的人 与你相处 他不怕你为难和伤心 甚至还常常觉得你不如他 根本不配与他并肩而立 所以与你相处时 常常不把你当回事 更不会承认 你在团队中的重要性 瞧不起你的人 会把你边缘化 让你自卑 觉得自己的地位 永远要比他低得多 仿佛什么事情都是他对 你必须按照他的想法去执行 甚至与你相处时 瞧不起你的人 总是会习惯性地 否定你的建议和想法 不管对错 总是给你制造困难 让你的人生充满更多的坎坷和苦难 与人相处 如若发现一个人总是瞧不起你 总是否定你 不必深交 若身边有瞧不起你的人 不必太在意 能疏远最好 不要被瞧不起你的人影响 做自己的事情就好久 三 瞧不起你的人 无视你的成绩 瞧不起你的人 从心底 并不希望你过得好 即便你成功了 他人也只会说你运气好 嫉妒定律 一个人往往不会嫉妒陌生人的飞黄腾达 但会眼红 嫉妒身边熟悉的人 比自己过得好 人性往往有很多弱点 若他瞧不起你 不管你做出多大的成绩 在他嘴里都成了很小的一件事情 没有什么好值得炫耀 瞧不起你的人 面对你的成功 常常会将他归结于时运 环境和机遇 但是不会正视你身上的优秀品质 不会承认你的闪光点 瞧不起你的人 从心底不接纳你 不希望你过得比他好 所以但凡看到你过得比他好 瞧不起你的人 就会说一些挖苦你 讽刺你 甚至打击你的话 人生路上 瞧不起你的人 他永远做不到真心祝福你 欣赏你 接纳你 4 遇到瞧不起你的人 请趁早远离 对待那些瞧不起你的人 争辩只会让你显得更加的无用 你所有的辩白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真的 凡是用事实说话 遇到瞧不起你的人 不必与之争辩 你只管保持沉默 默默地努力 用实力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让他在绝对的力量之下 沉浮于你 不被看好时 你要让自己在沉默中爆发 以不断积累的力量 彻底打倒那些瞧不起你的人 一个人即使嘴皮子再溜 再滑头 脑袋再灵光 若是没有一点真材实学和本领 所有的一切都只是浮云 人生在世 不可能事事都浮于表面 所言所行 所思所想 能够付诸行动 落到实处 创造出实质性的成果 才能让人幸福 别人瞧不起你 就是因为在他们的潜意识中 认为你的能力 眼界和见识都不如他们 实力远在他们之下 对此你无需争辩 不必非得争个对错 人生是自己 好和坏 只有你自己知道 若是心中还有一丝骨气 那就拿去百分之二百的努力 努力地成为更好的自己 努力地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让时间证明你的价值 用汗水换来你的收获 在一片嘲笑声中 不卑不亢 只是坚持心中的目标 勇敢地向前走去 终有一天 你的光芒会被他人看到 无需言语 便可以让那些曾经嘲笑你的人 哑口无言 你要明白 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 你曾付出的辛苦和汗水 都会在未来 以另外一种形式 再次回到你的身边 争辩只会让人陷入 对自我怀疑的深渊 而保持沉默和冷静 活出自己的精彩 才是最有力的反击方式 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有人比你好 也有人比你差 有人羡慕你的人生 也有人对你的生活不屑一顾 世间的流言蜚语 如同雨天的雨滴一般 密密麻麻 怎么数也数不清 即使无法做到最好 但至少还能做到更好 即使无法让所有的人闭嘴 至少可以让大部分的人闭嘴 而这一切的根本 其实在于你自己 你是选择浪费时间 与人辩论 还是选择无视那些闲言碎语 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不同的选择造就将是完全不同的结果 不同的出身 不同的家庭环境 世人总是会对其有偏见 就如同古时候 名门贵族家的子弟 大部分情况都被当作顽固子弟 而是真顽固还是假顽固 其实只有自己知道 想要消除人们心中的成见 打消那些不好的看法 最好的办法就是 做出不一样的成绩来证明自己 将事实摆在眼前 让他们不得不闭上 自己的胡言乱语的嘴 外人无法真的了解你 世人能看见的 不过只是表面 其内心如何 还在于自己 无论是刻意而为之 还是生活本就如此 如果想要消灭那些难听的声音 最好的办法 就是做更好的自己 纵然无法消除所有人的成见 但至少可以抹去 大部分对你的嘲笑和意见 人生如同一次漫长的长跑比赛 谁能笑到最后 谁能笑得最久 谁才是真正的赢家 即使能说会道 将自己吹得天花乱坠 可到了真正的赛场上 是真本理还是假吹嘘 一看便知 言语能蒙骗人一时 但无法蒙骗一事 想要让人打心眼里佩服你 消除内心对你的嘲笑之意 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 鲁迅先生曾说 不在沉默中灭亡 就在沉默中爆发 反正就两种选择 何不让自己硬其一回 以内心坚定的信念为基石 以源源不断的动力为目标 在人生的路上 勇往直前 向着更加美好的人生出发 事实的沉默不是软弱 而是给自己更多思考和积累力量的时间 在没有绝对的实力之前 说再多也不过是逞一时口舌之快 激烈的言论之后 该嘲笑你的还是会嘲笑你 与其浪费生命做那些无用之事 倒不如学会在有限的时间里 努力成为无限美好的自己 保持沉默成为更好的自己 才是对那些瞧不起你的人最好的反击 刘玉在《送你一颗子弹》中写道 有些人注定是你生命里的癌症 而有些人只是一个喷嚏而已 人活一辈子 每个人都很珍贵 不必讨好身边的每一个人 也不要被那些瞧不起你的人 所对你表达的恶意的语言和眼光所打扰 余生坚持自我 努力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够了 这世上不是所有的人都站在阳光下 还有很多内心阴暗的人 遇到瞧不起你的人不必理会 离这样的人远一些 努力提升自己 经营好自己 当你能力变强 就会有机会 结识到更多志向远大 品格优秀的人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